在美琴之友协会的媒合下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2021市内乐经典音乐会的下乡巡演 4月9号来到了华联市的组合社区 由华联青年馆乐团带来一个小时精彩的演奏 美琴之友协会表示 下半年度同样邀请到两个场次指风车剧团要到华联来巡演 希望可以带给相信最优质的艺术展演响宴 继吉安庆丰社区之后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2021市内乐经典音乐会的下乡巡演 4月9号再来到了华联市的组合社区 由华联青年馆乐团为乡亲带来一个小时精彩的演奏 萧美琴委员虽然离开了华联 但是还是持续的非常关心地方 包括公益还有艺文活动还有教育等等的 所以像这一次的变洒音乐总指导社区 也是透过了跟国台交的关系 媒合的两场包括到庆丰以及今天的组合社区 透过把这些把同管五重奏的演出 带到社区里面丰富了大家对于音乐的想象 那在今年的年底也有两场指风车剧团的演出 也是萧美琴我们的驻美大使非常的极力争取 以及也募款到相关的经费 希望在今年也可以把指风车剧团再次带来到花莲 那还有一个公益方面的协助就是在教育的部分 这个礼拜六我们在花中也有梦想启航的 关于个人申请还有面试的这些资源方面 也我们从台北带来到花莲 也希望能够造福更多的花莲学子 国家级的音乐老师现场演奏了古典乐 还有经典老歌 同时也为现场乡亲介绍乐器还有歌曲 让观赏者能够更深度的认识同管乐 就是大家最常见的什么 小喇叭对 小喇叭我们叫做小号 小喇叭我们叫做小号 小喇叭我们同关无从做哪里 通常是单身旋律的乐器 为什么它听起来很亮 然后比较大声有没有 它传得比较很远有没有 听起来它的声音就是比较嘹亮 那我们请学老师示范一段小号的一些片段 小喇叭 哦 很好 可以掌声鼓励一下 我刚听到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里面下偷偷哼着 这首歌大家耳熟能响吗 网春风漫 一个小时不间断的表演 让在场相亲欣赏了高水准的音乐饗宴 也为生活增添了丰沛的能量和感动 介绿会欢视报道